穿越三個車道 鄉行車直衝向路間 翻轉360度後 眾摔在地 車體全毀 地面滑出長長火光 車輛直撞分隔倒後停下 車體同樣被撞到 滿目瘡痢 而這些交通事故都是因為駕駛 酒後駕車 釀成了意外 當年26歲的西藏住民 相聲演員洛桑 在事業正要起步的當下 因為酒駕發生車禍 不幸喪命 喝點酒 什麼駕 再都不會了 就都是年輕的時候 犯下的愚蠢的錯誤 大陸知名音樂電影製作人高曉松 則是在2011年因為罪駕 蹲了六個月的看守所 不僅在事業上被貼上了標籤 就連自己的姊法妻子也與她協議離婚 根據大陸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 酒測值在0.2以上被判定為酒駕 而酒測值到0.8以上則是為罪駕 酒駕自用車駕駛依法將被拘留 十天除以一千元以上 兩千元以下人民幣的罰款 營運用車輛則是拘留十五天除以五千元 人民幣的罰款 另外罪駕的自用車駕駛 則需吊銷駕照五年 營運用車輛駕駛則吊銷駕照十年 並且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判定罰款及拘留期限 一般在六個月以下 若因酒醉駕車肇事則將依法判決 三年以下徒刑 更遑論肇事逃逸者的刑事責任 而犯罪紀錄將伴隨終身無法洗刷 大陸交通部門以嚴格的交通法規 來提醒駕駛酒後駕車 害人害己不要以身釋法 記者王少安報道